中華白隊 我必須要說 中華白隊一般我們就是指比較年輕的球隊 或者是講未來可以銜接中華隊 實際上在這一屆中華白隊對我來說 這個名單桌有點想的蠻準 本來是想說是全部都要用 2019西大利大學生的一個資格來組這個隊 實際上我這個隊大家都知道 我去運動化財產的情形 所以非常非常地簡單的一個選投的計畫 所以我收到訊息是說 我這個隊是叫做選運投訓練的計畫 像選運投訓練的計畫的團隊 所以我覺得如果定然是選運投 就並沒有必須要針對我2019 所以我現在身邊這兩位八百位以前 今天我們先幫你們這些 稍微再拍幾個已經連天過的時間 可是實際上我覺得 他們應該也有這個機會 可以進入到中華隊的這個名單 我可能算 不管是不是我覺得 可以透過這個平台 讓他們再有一點機會 讓更多人認識他們 就是讓他們可以表現好的表現自己 我們 banget 會 更多人 發動